Cone.com 星星 Cone.com 所以呢,我們今天最後一個這部分 我們說如果要出向海外市場的話 一樣,也不是隨便便便就出去了 其實還是要從一些數據來 為什麼就像來這邊一樣 要接你們的話是說接地氣 是吧 就是到了每個地方都要接地氣 可是有時候你不需要 到每個地方都接地氣 都累了 有一些比較國際化的媒體 可以幫助你只要學會一個 吃到兩個打拼選手 這樣是不是方便了 要不然累死了 真的累死了 好 所以呢 今天這個講題 其實它的答案 我也可以就這樣就結束了 他不肯定 其實呢 剛才在齊命已經講完了 我們說 它的這個媒體的策略 其實從哪裡來 就從這張表來 這邊有這上面 原來第一場小鐘老師講的GA 然後接下來有其他 剛才就是宣明文老師講的 還有很多的一些工具的部分 都可以來串搭 其實是個很累的過程 你要分析優化調整 再分析優化調整 去過一些策略的對焦 好 這個部分呢 我們可以從這邊來看 其實剛才我們講的 這麼多的部分 不是從第一堂的 就是第一場次的劇 一直到後面的一個 所謂的戰略模型 對話 其實錯的時候這邊 用戶才是主角 這我相信高中寶 因為今天竟然是跨界 後面有很多是設計師來著 設計師好像不要覺得 生意跟你沒關係啊 有關係 大有關係 你前面的如果這個LOGO 設計的不好 沒人認得 我們做在對也沒用 又沒有記憶度 可是如果一個好的設計 他一樣可以有一些數據 去得到分享 然後你可以知道 哪一種設計比較好 甚至是說好 現在假設你做的是一個 互聯網的網站 哇 設計有沒有關係 大有關係 攝影師有沒有關係 大有關係啊 因為這產品怎麼拍 模特兒怎麼拍 然後呢 這個連結放在哪裡 快具購買跟公共車的連結 放在哪裡 這全部都有關係 所以設計 需不需要看數據 需要 不要覺得我們是 就是文心或者是 我們是這種藝術的 就不需要看數據 沒這回事 為什麼 因為我剛才沒自我介紹 我剛才跟剛才李均老師一樣 是就是 薛明倫老師 就是一樣是在 關鍵書一直比較認知 但其實我之前 我其實是個編輯 是個Editor 我也不管數據 後來因為我就說 我每次做完的書 然後我就說 為什麼賣不好 我想他賣個兩萬本 但是我的行銷跟我說 不好意思 這次我賣了三千本 我說為什麼 我明明花了那麼多的心血 我跟設計一樣 我做了那麼多心血 然後他就說 沒有啊 就是市場不要 他就給我一句話 市場不要 我就怒了 我真的就是怒了 因為做一本書 花非常非常多的心血 就像你要做一個互聯網網站 那是非常非常多心血的 你基層的 我就說 那我來 我就要知道你在做什麼 我才不要讓你一句話 去互動我所有的心血 我要知道你在做什麼 然後我來貼近市場 我也不要自己就是坐在鞋子樓裡面 就自己 好像編自己想看不出 所以我就踏入行銷 然後就開始這一切 一個很奇幻的旅程 所以歡迎今天有來參加的 設計師的朋友們 都可以一起來加入 但是交流之後我花了很多時間 所以呢 剛才在小東說 小東的這個公司 他們是Google全球 一個認證的一個夥伴 那其實我自己本身 跟我們公司其實也是這樣的一個 不同類別的夥伴的關係 那我自己個人還是就是Google全球 全球的認證講師 那在台灣就有五位 我就其中一位 而且其實還是前面三個在 他們在開始接觸的時候 其他三個 因為我們公司就是說 因為這個理由就是真的需要 整個人投進去這樣 現在就是身上都數字了 都沒文字了 好 所以呢 我說為什麼 我說這個 這個部分很重要 是因為你要貼心用戶 然後貼心這個數據去 裡面找到 剛才講那麼多的 inside的部分 所以包括其實 bub拉包這麼多的內容 從內容 到數據 然後我們我們做錄事情 甚至到最後的銷售 好 這個 剛才都需要 內外兼具 可是呢 我們想要有這些 可以分析的數字 本來就一定不會有一些 基本的碾 aleg流進來 可是我們需要更多的 更多的 你不可能只想說 十個碾 Chand 就結束一天吧 你一定希望我們更多 更多的流量進來 所以呢 我們會需要在前面 为什么做好的东西 你还是必须要让人家知道 所以你会去用到一些付费的媒体 用到一些付费的媒体 所以这些付费的媒体 为你做什么事情 它需要帮你做有效的曝光 不能无效的 而且它必须怎样 这些流量最好是精准的 可被测量的 可被测量的才能够可被分析 我举个例好了 假设我们去投个电视 你就是 你很难知道说是谁看到 然后什么时间看到 就是你得到 你的不要追数字 那也不想是 它是坐着看还是站着看 是吃着看还是喝着看 你不知道 那它看完之后 在有没有去买购买 你不晓得 而且在我们数字化的东西不同了 我都可以知道 刚才我讲说 它进来之后 看了几页 看了哪几页 它划书怎么点 好恐怖 你们每天都被数字看着 而且也被荧幕看着这样子 对 但是这些反过来 我们就运用这些数字 所以我们现在讲到这一部分 我们找到一些付费的媒体 我如何去决定怎么运用 把这些媒体的预算 不一定每次总是要花个一千万八百万 它可以在很小的预算 就去做到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运用这些预算 把新的更多的流量导入进来 我们来做了解和分析 那流量 那我只是先确认一下 在场的大家是都知道 流量大概有分几类 你们知道吗 就是刚才小毛的前面有讲 一个是直接流量 你们知道直接流量的意思吗 直接流量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晓得这个人 他是从哪一个网站来的 他可能就是比如说 直接在你们那个 IEs的上面 就直接打了www.channellion 就是华氏天下.com 就亲死了 所以他不管怎么来的 然后你可能是别人推荐什么 就点这个就这样 但是他不知道你是什么地方来的 就是直接流量 就是第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推荐流量 我不知道你们这个怎么说 我们可以叫referral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知道你上一个从哪边来 你是从新浪来的 你是从微信来的 你从QQ来的 你从QZone来的 我知道 再来一个人当时 叫做搜寻流量 就是你从搜寻来的 但是搜寻有分成 你是付费的 跟不是 跟自然来的 随机有机来的 你不是连广告的 搜寻结果来的 所以大概分这几个 那最近这几年 搜寻的力量很大 所以大概 其实当然不止流量 但是我们最常会去评断的 会分成这几个 比较大的类型 所以我们的媒体 如果你要去投资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来看 我自己的目前状况怎样 漏洞在哪里 我就裹哪里 哪边强 我就把它去放大 所以这是说 好我们这边 听话太优化的话 你还是要知道 前面的这个部分 那我就举一个例子 这个小品牌 跟你们相比其实不大 但是呢 它是一个积极发展 非常成长快速的 老公说在台湾 是一个女装品牌 女装镜真的很激烈 其实不只在台湾 我现在在 就有大陆比较 因为非常非常多 女装的产品 这时候呢 一样这一张 刚才就是 顺美老师讲了之后 我们来用几个工具 快速的看一下 我怎么把这些东西 做一个评判 这是它的网站 透过这个similar way 以后你把它的网址丢进去 所以之后如果你有任何 你想要知道你们公司的 你的品牌的 或者是你的竞品 把他们的网址 或者把他们电商的网站 丢进去 它就啪就跑出来 你就可以得到竞品 跟自己的相关的资讯 所以我可以知道 PiWare这个网站 它目前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蓝色是直接流量 我刚才讲的 很高啊 不是 然后再来一个是 推荐流量只有占了17% 再来是搜寻流量14% 社交的流量是占了13% 其他是 这边还有再区分成是 email来的流量跟广告 display广告 展示型广告来的 所以就这样看 来数字 就刚才小龙好像讲嘛 找看用样 数据然后投提起码 找看用样 这老师的精华 一定要带给家 不然今天就白来了 所以第一个 我现在有的这个数字 可是我 不知道什么意思 那的确这个需要一些经验的累积 但透过或者是一块最学习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 比方是这样分配 他这个网站 这么多的人都是 直接可能是搜索 他的网址就来了 代表什么 你什么样的网站 你会直接搜索就直接进去 常常用的 还有呢 后面别睡着了 我知道你们 后面为什么呢 什么时候做下 你会直接输入网站 好气的 好气的 对 网欲好气的 还有吗 头脚的 名片上有的 名片上有的 那就名片都在身上都会对着看 这样子 好 好 非常好 所以会有自己的 通常还有一种人 他还会直接搜就是 他就是你的热爱者 他就是很熟悉你的 你就是常常会进去用的 刚刚说常用的 所以就进去 所以呢 在这一个直接流量来看 你就知道说 这个网站 有50%的人都是起来的 他是没下广告 他是广告没用 为什么没有别流量进来 所以我现在只能看到一个全貌 所以我还必须要跟客户对 我说那你们内部实际状况是什么 我会是内外相对 我才会得到一个正确的资讯 但是这样一看来就觉得说 搜寻太少了 因为以我们 以目前的台湾市经验来讲的话 搜寻的这个流量应该是要高的 这代表什么 这个可能品牌也是 很新生的一个品牌 所以他前面都是什么 都是自己的熟客进来 还没有开始很大名大放的做 各种可能都有 所以我必须要跟这个品牌去对焦 免得我的推测是 乱七八糟我自己品封想象的 好 所以这边我们会跟他流量状况 哪边不好或哪边不 我们跟他这种状况去做一些对焦 然后再来看到这边也很重要 这边会看到说 所有进来的人 你们都长怎样呢 他在这个二月份里面 这个网站总共有这么多的流量进来 这么多流量进来 他们平均每一个进来的这个访刺呢 都看七分 七分钟 七分钟里面平均都看了十一页 然后跳出率 然后刚才回想一下 如果你忘记跳出率的话 明天回去搜索一下 今天晚上就搜索 不要明天 好 就跳出率这个 20%左右 你会想说 以一个购物网站这样来讲好不好 我跟你们分享一下 它会跟规模有关 你规模越大 它当然挺多时间点越长 所以以台湾的经验来讲的话 一个购物网站平均 你至少要会停房六分钟以上 而且你看的页数绝对是六页以上 如果你的购物网站低于这个数字的话 你就大概知道你的生意一定不会很好 可是呢 我们如果以淘宝来看的话 哇 淘宝跟天啊 我说中国淘宝应该不一样了 它至少是10到15分钟以上 翻倍的 为什么 东西很多 商品十几十几 商品很多 里面要看要比价 所以他们在看大概10到15分钟 页数也将近就是10到15页以上 不同的 然后这个的专注程度 比较高 是淘宝高于天猫 因为在淘宝因为你要找 你要逃 所以你们等一下 我讲的东西你可以就是上SIMAWEB 然后把淘宝跟天外网站丢上去 因为它可以两个去做补教 你可以看到两个图一起比 不一样 你可以把京东人人都丢上去看 你就可以得到相关 不一样 然后就可以得到他们每一个人 大概这边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状况你会可以跟自己比较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可以做过这个工具 了解我们目前的分布状况 敬品的分布状况 然后他们的行为 我都可以在这边去知道 这是这个部分 那另外一个呢 这个部分通常大家都会有 自己以为的品牌的敬品 你在成立的时候 可能你都想说 大概我觉得我的敬品是以神目标 那Puzzle的时候 他们的服饰的风格来讲 他觉得是 上海这品牌你不一定都认得 可是他就有自己认为几个品牌 但后面一个是优衣库 Uni Clover 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在 就是 大陆这边他也有进来说 发展的东京卓音 就是台湾的一个品牌 那他就自己去列了 的确利用这个 Google搜寻趋势来看的话 最高最高就当然是 Uni Clover紫色的 那通常在做这一些 如果你也有兴趣 回去玩玩看一下的时候 一定要切记记得 地区跟时间的选择很重要 工具不能乱用 因为工具乱用 就得到一些跟别人也对不上的数字 工具不能乱用 的确要選好 选完送局的确啊 绿色 Latif 你在台湾来讲的话 Latif是这个流量最多的 搜寻相对来讲是最多的 然后再来是紫色的优衣库 我的这个Puzzle在哪 看起来就是没有很厉害 因为他挑的精品都很大 那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呢 看到地区 很好玩 到底是谁在搜 这各个不同品牌的人 然后是哪一些县市的人 所以你可以去比较 因为大家跟不得不一样 彰化的比较喜欢 就比如说北京的比较喜欢谁 然后上海比较喜欢谁 就是大家喜欢品牌是不一样的 这个跟什么关 媒体投放车流关 我的媒体不是悬洒 我要精准 而且我要对焦到分区 我就应该这样看 然后再还可以看到一个什么 就是热门的相关搜索字 这边很有趣 很有趣是什么呢 你可以知道就是这个品牌 或你们的品牌 最被用户认定 跟你品牌连结的商品是什么 多好 你可能大家以为自己在发展 这个羽绒外套是很厉害的 结果根本没人搜 你的品牌叫羽绒外套 因为他们不觉得这是你厉害的商品 所以这边可以看到热门的搜索字 就是跟你品牌相关的热门搜索字 再来这一边呢 就是跟你相关的一些爆红字 我们讲比如爆热的字 爆红字 以PALO来讲的话 你在这一页你看到一个很恐怖的事情 右边提醒右边 有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他跟他刚才前面想要讨论的竞亭 完全没答应 结果呢 他们的关联是什么 他的关联是其他的品牌 是其他的 比如说K-Roll这个品牌 Lauky这个品牌 MQ这个品牌 他的品牌是完全不一样的 跟他原来想象是不同的 所以代表他前面的品牌 定位策略可能是有问题的 他品牌的认识是有问题的 这时候就要做修正了 就要回到刚才 薛米老师那个模型去做一些修正 因为你知道前面开头一错 我们就整个就是错了 救不回来了 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消费者 就是用户对你的认知 你跟你想的不同 那这时候我们媒体的测试 跟分析 然后把这些内容回馈到 就是所谓的用户体验 跟用户的价值上去 所以就是 再来就接到这张是 我们刚才薛米老师讲的 他这张汉堡图 这个汉堡图呢 其实回到就是 我们刚刚前面有那些数据 就是在这边的一个 你要做一个Mapping 你要做一个分析 那基本上呢 媒体其实有分三种媒体 可能在座多也会知道 媒体基本上分三种 一种叫做Brain Media 有人点头了 就是或者叫All Media 就是我们自媒体自己的 另外一个叫Pay Media 就是付费的 再来一种是赚得的媒体 另一个叫Earn Media 我们在这边 你会根据这些状况之后 去建立各种不同媒体的策略 然后再往上 这边的策略一往上之后 你就希望有更多的流量进来 你就更多的流量控管 然后做更多的流量规划 然后优化 再往上 你会做到很多关于 比如说不同的装置 比如说电脑的桌机的平板的 哇不同 刚才说双十一元平板 为什么不玩那么厉害 然后现在人手一击 你知道在东南亚 有很多国家 他们手机持有率是超过100% 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人有超过一支以上的手机 哇那个跟我们无发相像 对 然后再往上你就会想要做更多的 就是通过的管理 可能各种不同的 可是海外能哪就是通路 所以再往上大家都要到营收 所以如果当我们在本地的部分 发展的很不错 你想要更多的营收 要嘛你就是服务模式去做创新 去做测试 去做一个新的 今天题目就是你敢不敢变 所以你们来了 所以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 这一区吧 在本土的地方把它固好之后 还扩大服务之后 再不行我们就是株战海外 去更多更大的一个 你没有介绍过的市场 这样的营收才会 那规模就增加 好 所以我们今天讲过 扩大这个增加 在刚才讲的话 就是这两个 是一个比较很明显的例子 一个是淘宝网 他就是在中国的时候 他其实在09年的时候 就是决定要到台湾 去做一个登陆台湾的测试 然后我们后面 等下会有个简单的 拉力分享 因为这是一个 我们服务过不过的专案 跟一个很深厚的客户关系 然后另外一个 这旁边应该是 这你们认的嘛 就是小米基 他其实在刚开始成立的时候 我看过一则报导 他就写说 那个他们林兵就说 他们在2010年的时候 就到台湾去取经去学习 为什么 他说因为呢 刚好台湾在社会形式的手机上面 有各种高端的手机 都在那边都有 然后呢 市场也比较开放 所以有这么多品牌 所以他们进去 当作是一个策略厂 试炼厂 如果在那边能够做得好 他就往后打 就是这些策略都没问题 所以他就是 也是用一个比较精致 精准的成本 老奶实验生的事情 所以到了今年五六月的时候 他已经会在开第一个海外的小米之家 就会开在台北 第一年一许好五六月就会做 然后也应应 就是就是英雄不一样 就是我们刚刚讲说 间地系人民不同 他的小米之家 他就会做一些比较稍微地区性 不同的一些小变化 经营的方式也不太一样 所以他们刚好这两个 就是挑了一个也比较近 其实除了通温通中以外 其实我觉得 他就是跟这个场 他很适合作为一个 你要走向群球的一个中继点 跟测试场 所以我们来看 那这个是世界地图 刚才呢 我们已经看过了这一张 以互联网的角度来看 其实这一块绿色你们很熟悉 因为这就是百度 蠻多元百度的 然后刚才有讲到说 红色的Google跟蓝色的Facebook 其实还有蛮多其他别的 比如说 橘色这边是俄罗斯 那边的一个搜索 其实是Yandex 然后其实橘色这边 都还有Yahoo这样子 其实很多 所以你会看到 其实这跟我们想象的状况 不太一样 所以呢 我们这边 百度跟中国这边 这大部分我们是很集中的 所以他散步的点是比较少 我们很集中 所以如果要往外拖的话 你就是要接触到 可能就是红色这一块的内地 我刚刚提到是Google 或蓝色这一个Facebook的部分 所以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那部分很多都是搜寻情 因为搜寻几乎是现在大家行为的一个入口 上网的入口 对吧 你的一个行为都从搜寻开始 所以我们很快看一下几个趋势 以全球来讲的这个红色的线 这个红色线是Google 我用的这一个工具是Statecounter 你可以看得到 他一样我就选了这个地区 选了我要看得到这搜寻情的部分 然后Google 再来就是在天上 其他的搜寻情就是在下面 就是以全球的份额来讲 那以中 就是我们中国大学来讲 在哪里呢 这个其实你都看不到 我觉得是法律 但你们猜这个紫色是什么 百度 对 然后再来这个绿色是什么 莫许搞不好就跟你们在场的行为讲 你们所使用百度这个搜寻情的话 要用什么 搜寻 搜寻 蛤 好 搜寻 对不起 对 然后再来这边就还有几个 读这些不同的 然后Google 非常在我们这边是 是很底下的线的 所以这个线其实是长得非常非常不一样 这个趋势线长得是非常非常不同的 好 再来看就是台湾的线 那 它就是一样红色是Google 那这个绿色这个部分是雅虎 然后其他那个不讲的就病啊 然后还有几个地方 那我们再看一下海外还有其他地方 是大概都长怎么样呢 新加坡米亚过在上面 其实你知道这边也是怪怪的 台湾这边是雅虎团就刚在中间 但是你看一下新加坡 看一下泰国 看一下克力宾 看一下马西亚 其实大家长得还蛮像的 基本上就长这样 所以你如果可以红色的 大家都知道它怎么操作 那个行为是什么 用户是在想什么 就大概这些就可以拿过了 OK 好 那这边分享一下 它的全球的一个是怎样 其实大概每一年其实大概是 从08一直到13其实是一个成长曲线 去年稍微掉下来差不多 然后呢 它的广告收入其实也是增长的 所以这个是全球弄集起来的 他们的一个规模 好 如果呢 刚才这次我用的是一般的互联网 我们来看 因为社交大家非常非常的热啊 那它是长怎么样 又不太一样 我问一下你们是都有用QQ吗 还是都用微信 你们反正今天打网络大家在场 一起去做个测试去看看 如果有远远 现在在场这些人 有有微信的举手 没微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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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个话题非常智慧 您知道吗 我说您这个话题非常智慧 因为有QQ才能有微信 没关系 那 有QQ的 举手 没有QQ的举手 没有QQ的举手 没有打电吗 什么打电 都有玩游戏吗 玩 玩 你玩 好 好 那 怎么样 怎么样 好 那 还有我想想看哦 所以大家都有 但是 差别的话 那都有都有新上回国吗 都有 有 谁问留纸 对 就是 有了 微信之后就没玩微博了 我看到的 我看到的报告也是这样 对 对 那为什么有微信就不安回国了 太累 要经营太多了 对 对 有一个工具 有一个工具是 我只要在这边发一篇文章 它就会同时帮我找到当当当当 有这样的工具 有 所以你就可以发一个 然后就全部都一起管理 像您那么红嘛 对不对 朋友说 你就可以这样管理 好 所以呢 你看哦 这边来讲的话 这个当然是一个就是 用勾勾势它 否这个这个部分去做的一个部分 你看哦 以全球 如果换成我们刚讲的工具 它其实大家可以找到 这个是以全球来 它是放的 就是蛮大的 然后再来这边就是 你刚刚讲的这个部分 然后再来就有微博 然后这边还有 等等 然后再来就还有几个 不同的几个 你们有玩其他的吗 没有 有有看 有吗 有 哪个 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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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有玩这个哦 他是一个交友类 对 他这个交友类 好 然后再来 这个在就是所谓讲西方观 也蛮多就是Twitter上有 然后再来就是LinkedIn 是一个 属于所谓商业 比较商业就会用的 因为他就跟人啊 人脉啊 女帝啊 可以有关系的 连结 还蛮多的 然后这两个是不是算后期之秀 Instagram跟Pinterest 是非常以图像 图像为主的 其实就是很喜欢照相 因为现在有手机了 所以呢随随便愿 都可以照相 就是 你去搭个公司 就被人家吵不下来 有一个拍照 就是这个概念 随随便拍照 所以这几个平台 都非常这样的多 好 这几个平台 我们刚才看到这几个很大 那其实呢 他在亚太我们地区这边的成长是很快速的 而且就是真的都会带入营收 就是我们每一个用户真的都会帮他创造一些营收的 好 当然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以这个全球他这边 这一个是We are Social 这一个 这个平台 他做的一个报告 这边来讲的话 第一名就是说 他的社交化媒体使用度最高 就活跃度很高的 第一名 这条白色的线呢 是全球的均值 在这个均值以上的代表都是比全球的均值还来得高的 我们只要看这第一第二名就是奇葩嘛 就是那么高 一个是新加坡 一个是台湾 其实呢 我们有时候觉得台湾很像Facebook的地 因为就是 几乎就跟你们刚才微博那里讲 就是几乎人人都有 就是上班不是上班 是在上Facebook 就是几乎画面都是打开的这样子 所以他就是活跃度是很高的 然后新加坡这边呢 第一个他们是用的是WhatsApp 是其实也有嘛 就是他其实是一个也是通讯 一个社交那种软体 然后再第二个一样是Facebook 然后再还有一个Facebook的Message 还有一个APP 对话的APP 然后再来是Twitter Skype 然后还有Google家 你看嘛 Google好像在刚才讲搜索已经做了 全球很厉害吧 但在搜索没办法被别人打趴 这就是每个地方还有每个强项不同 都被别人打趴 然后再来我刚讲的Easegram 还有就是LinkedIn 然后WeChat在这里 这是新加坡的部分 最后一个是Line Line其实是后期之休 最近这三年就是起跳得非常快 好 再来看这是泰国的部分 好 一样Facebook 第一个Google家 Gintern 然后这边就是Instagram 在这里 我先讲前面这几个 再来看菲律宾 一样第一个是Facebook 但是这边落差就比较接近一点 再来就是一样是Messenger 再是Skype 再来是马来西亚 WhatsApp 所以WhatsApp其实现在就是有的 比较擅长的地方 就是有它比较强的地区 这样子 特别是战群 好大概就这几个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在蛮多地方 比例都很长的Facebook 它基本上在全球 它拥有12.8亿 在所有的社交里面 从2014年Q3各方的报导 这样看起来的话 12.8亿算是很多的 因为那一个最近比较火热的 那一根火微信 其实大概就是4亿到5亿左右 4亿到5亿左右 所以它的确是这边的 目前这一个媒体来讲 它是厉害的 然后呢相对来讲的话 它其实在手机的部分 它跟着手机来说 非常接近的 所以手机相对就是有1亿 这个部分 然后还有就是在用这边的每一天 就有这么多的作用 那在台湾呢 在台湾也是蛮恐怖的 因为它就是有一千万啊 台湾的上网人口 也就是大概一千 一千五 对一千五左右 所以呢 就几乎我刚刚不是说了吗 就几乎有上网的 就几乎都在Facebook 我的那个多年失散的好友 初恋情人之类的 都可以从Facebook 我相信你们用 你们的社交媒体的斗争经验 好 所以呢 大家这边讲的是 只有180% 可是其实我的了解 其实真的真的 就像你刚刚讲到 微博啦 你们的Sina 还有就是Woochain 一样都是很高的 但是在这边呢 就是有这么多的人 是用手机 所以你可以看到 手机的使用度很高 就是在刚才有一张 汉堡坑里面 想要Define是很重要 所以你们的网站 你们帮别人做网站 或是我们公司自己的网站 都有做想应式网站了吗 就是所谓就是 它会根据你不同的装置去 然后就变成你要看那个样子 跟size 有吗 有 有 切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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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入室的网站 对 responsive RWD的网站 我只是想了解 所以有RWD网站的公司 或你的客户 有这样的举个手 让我看一下 多秒 你刚点头了吗 有 你一定要有啊 小冬老师 好 所以呢 手机的发展很重要 所以就在进去海外的时候 不要想进去海外 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的地方 也都一定要这个观点进来 当然 大家会更特别 我们是直接跳过桌机 直接那个人手一击的状况 其实是很特别的一个现象 好 所以你看哦 对就是 在这么多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出站海外市场 你们刚才有提到说 一个 淘宝这个案例 它是怎么来进行的 其实刚前面 训敏尔老师 他大概会讲一下 其实在09年的时候 他要 就是决定要 就是试试看海外市场的时候 其实他们很谨慎 不是09年就开始 啪 就一脚要踏入去 然后以台湾为试炼场 其实他在大概 0607年的时候 就先做了一个台湾馆 先做测试嘛 小量测试 小量优化这样 就先做了一个这个 然后做完之后呢 他觉得好像不错 有几个力进账 还不错 有市场 然后也做了一些调研 决定要做 那一进去的时候呢 在找伙伴的时候呢 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讲就是 如果今天这么大力出来找你 你第一个就给他什么媒体计划 叫他买啊 很多人都这样 就直接说 就是买 感觉应该就是有钱嘛 然后又有预算这样子 但是那时候 接触到时候 当然我们就隔开到数据来看 就说 其实呢 你如果是这样去大撒的话 也得不到你想要的目标 因为他目标其实是会员数 他没有什么好想的就是会员数 你这样撒 其实你也很难去追踪 确认到他真的能够带会员进来 然后所以那时候要提媒体计划的时候 鲁皮5G 然后我们就说 不对不行了 因为呢 看了那么多 用工具做的时候发现 第一个是 毕竟他 因为那个文字的不同 你会有这个认知或障碍这样子 所以就是先建议他们 就是有一个反体反试试看 然后看他们接受度好不好 然后呢 哇 光这个也沟通了很久 因为也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毕竟这个很大的体系 所以后来就真的有这个 我们说你这个如果没有先 获得这个允许可以这样的话 我们不建议你做后面的 其他媒体计划 他一定也吓一跳 这么硬 我们说对 因为你这样子花一块钱 就是浪费一块钱 几乎 对 花一块钱都要费一块钱 所以后来就在这样做之后 也开始从第一个 刚刚我们讲过 所有的消费型的都从哪一 不是消费型的 用户的行为 上网的行为都从点击开始嘛 所以我们就先从点击这个行为 我们就来收集这些用户的资料 收集他们的行为 我们来试试损温 所以我们也在一开始 也花不多的预算 然后就先试 雅虎跟关键字 雅虎跟Google买总告 就先试 然后就可以说 哇 台湾人搜淘宝 到底都买什么 然后呢 他们都搜什么字 去找到淘宝 然后呢 他们都买了什么 成交多少 我们就从那边去看 然后才 然后就开始找到一些问题了 就是 你也就看到他们有很多人的回忆 就是说 可能是运费很贵啦 没有办法退过啦 然后呢 再就是他们的这个客服 没地方可以客服 因为那时候 他还是用那个 那个什么 旺旺 阿姨旺旺 然后呢 语言上也还没有那么熟悉 就是突然一来清 为什么那么 怎么那么 对我那么火热 叫我清 这样 因为台湾要清 就是亲爱的意思 是亲爱的 所以我就 他为什么要叫我清 就是我跟你很熟吗 然后 后来说 自己就不报啦 就是 反正人家就有不同的说法 都是这样的 所以 可是也很惊讶 就是 哇 那回忆速度超快 就是 他就是要导公 他就是要成交就对 那回忆速度超快 但是沟通上 刚开始的时候 09年还在 还在认互相彼此 所以到时候就发现 很多这些问题 所以他第一个就是 然后还有一个 最头疼的 支付的问题 因为有那个支付宝 第三方支付工具 在那边做得非常非常的完整 可是呢 你知道在台湾 网拍最开始开始的时候 我就说我们是一个 互信互爱的一个平台 他就是用那个ATM 就是那个ATM 你要跟我买对不对 好 我让你买 你先把钱转给我 你把钱转给我 你把钱转给我之后 我看到你把钱打进来了 我才把东西寄给你 我们这样行之超多年了 就是相样的值这样 所以就是大家知道 OK 我就确定你会给我钱 我就会把东西寄给 你会怕你没寄给我这样 然后后来又开始到信用卡 直接在上面就把卡号 点一点 然后就刷卡这样子 就刚好这个支付的部分 也是一个很酷样的点 那这个都有多工具 去了解它们不同的形容 所以那时候进来 其实它有三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七次工具 再来就是物流的部分 因为毕竟东西要划进 将寄来寄去 是比较伤脑筋的 所以有这三大问题 可是呢 没有办法一样一样解决 我们就先从行销的事情去做之后 然后回来这边去做很多的修正 所以会有这个图 从推广里面去找到资讯 然后再回来调整 然后我们去做约画之后 再去找到这个好的部分 然后先做一个推广 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部分 然后同时也要建讨的口碑 那这个口碑呢 其实你们去 就是直接打自己的名字 或打你的品牌名 去看搜索已经结果页上面 其实就会有刚刚讲的正副品 各种不同的 那你就看到 所有的人都在讲品质 或者都在讲 你的物流啊 将什么 你这边所以你必须要做一些 口碑的建立 好 所以这边的营销宣传 一开始其实是小额 然后很谨慎的做 甚至也做了一些口碑 还做一些新闻 需要让大家知道 然后让很多人愿意进来 好 所以那时候媒体就是使用这样 然后呢 后来开始有这个Facebook的时候啊 很多人就说 来见Facebook吧 就像你讲 或者来见微信吧 可是你们有想过就是 一个品牌 它为什么呢 就像我这边现在决定 这是付费的媒体嘛 他为什么他要用Facebook 建立了一个柳树或建立一个微信 目的是什么 是别人有我就有跟风嘛 就没有目的啊 一定到什么都有KPI的 所以那时候呢 发现他们对于这些资讯都很 又要付钱的资讯 商品的资讯 物流资讯局都不清楚的时候 又缺乏可以沟通的平台 所以那时候很大胆的 就决定把Facebook这个工具 在跨向海外的时候 它作为一个什么 我不推品牌 我也没有要卖你东西 我就只做客服这件事情 所以Facebook变成一个客服的品牌 然后那时候因为香港也有 我上Facebook也有 所以那时候是Facebook的台湾 Facebook的就是香港 这边是一个客服的team 因为他们全部的这两个地人上来 都会到同一个平台上嘛 所以呢就是两个客服团队一起合作 而且呢很恐怖喔 几乎是你发轮后的就是很短的时间内 就规定客服人員就要立刻回 因为不能等 要给人家这种不用等的感觉 所以那时候就是轮班 那时候我也下去轮班 我也下去轮 因为你不下去轮 你不知道那个急迫性是怎么样 然后所以就下去轮班 然后就做一个QA 然后做一个互动回答 所以在上面 有获得很好的一个满意度 因为问的问题都可以有人解决 但是后来发现有更多人在问说 那个商品可以再更便宜一点吗 然后你就当他们开始在问这些商品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这个水温吃的不错嘛 他不是在问一些麻烦事 而是开始在问商品买卖的东西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所以Facebook那时候 建议你从这边去得到一些资讯这样子 好 所以那时候Facebook这样做 然后当然就开始一定就是 透过搜寻了这个广告 然后是透过Facebook的布局 然后接着我们办了一个campaign 一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就是鼓励你 因为台湾人喜欢刷卡嘛 那我就不让你好好地刷个购吧 那我们就办了一个刷卡的 鼓励你刷卡然后去连接认识淘宝啊 整个活动这样子 然后一样客服问题不是这样解决 为了让你能够 因为信用卡比较跟钱质有关 我们还这样还成立了一个客服中心 就直接让他打电话来 你就直接回听他 设在台湾 设在台湾 然后我们就又先 我又下去了 我又来每天接电话 就先知道他们的状况 OK 所以透过这样才是一个campaign活动 其实呢 其他人在看的时候会觉得说 这个进程是不是有点慢 可是我必须讲就是 当你决定要出站海外 甚至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的时候 你必须要看你的财力 然后必须看你的目的 有时候快不是好 那但是慢也不能拖 所以慢的话 应该说你的规划是有一个节奏性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透过这样一个布局 然后当初一个campaign就收了一个尾 就发现可以开始做成开的规划的部分 因为刚才前面其实有都已经做了 然后另外就开始去看到说 那他在这一边 他在这边的那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 后来就在支付的地方呢 也透过这个一夜结盟的部分 去协助淘宝 谈了几个跟支付 还有跟物流有关的伙伴 其实后来你会发现 小米后来进来 也是类似这样的模式 我说在台湾 那其实如果说 现在你要去泰国东南 其实你都要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是海外的问题 他们一定都是跟钱跟物流的关系 所以透过这边部分去做这些事情 然后接下来就 羊克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款 所以这五块 就是如果说要住在海外的话 媒体当然是一个 他其实就有点像你的业务员 也像你的渠道 也像是你的一个 通路 所以呢 你把这边发出去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怎么回收他们 那其实你在台湾来讲的话 雅虎就还是蛮多人都上去 蛮多人会上去看的 然后Facebook 你们有人上过Facebook玩过吗 有吗 翻墙了吗 对对当然当然 我说当然了 有吗 有有Facebook 有Facebook可以让我看一下 有欸 所以你们在上面 有吗 所以在上面 那我等一下再加你们好了 好 所以呢 其实你要去拉里市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出去的媒体特性 其实不太一样 对吧 因为它每一个媒体 它本来就有不同的方式 这样子 然后我举例说像 你在台湾 比如说像转换率啊 我们讲说 你100个点击来 有几个人会买 这个还算蛮重要的 如果说你透过像Google Yahoo 这么精准的媒体来讲的话 这转换率啊 其实大概2到3% 都是算合理的 但是如果你的预算再更大一点 如果这个准度已经失去的话 那越来越低 然后Facebook的一个 Facebook其实因为它的 每个人都是实名认真字 没有它实名认真字 就是比较真一点 它里面的内容 所以其实Facebook的转换率 有时候还可以更高 对 因为它后面有很多的条件去设定说 今天这个人他都在看Hello Kitty 然后他是都在看别的东西 然后我之后有一个商品 我就专门制给他 对 它可以是根据这种条件去做设定 其实现在很多媒体都是这样子完了 在我们当中也是这样子 所以你只是要去善用它 然后做一个很好的付费媒体的管理 跟流量管理跟投资这样子 好 所以呢 我们刚才约一个比较快的方式去分享 就是我们提到说 如果说你真的要进军海外的话 第一个是我们会整一下 第一个就是有几个国际媒体 你可能先了解了它的玩法之后 你就会很好操作 但其实也没那么难 为什么 Google官司的一个操作方式 其实百度也是类似的 百度也是类似的 百度也是类似的 可是它的确是不太一样 比如说 刚才说一个CPC 比如说大概几十块 是吗 好 其实在台湾来讲的话 不分产业的CPC 可能大概是十块 但是是台币 这个差很多了 这天差地圆 我们都开玩笑说 如果来百度投广告 然后很像是那个 一块钱丢去当就不见了 就是我掉下去 我还没还没听到声音 对对对 所以要非常非常精准 所以比如说在百度 我们的官司操作策略 可能怎么样 我字用得很精准 我字不多 但是都很准 可是如果是出在海外 然后以台湾为例的话 它的字 就会是比较广 可能是品牌 再加产品字 它有很多种复合的方式 先去南瓜它们 然后之后才慢慢去 去把它就是 像漏斗这样 慢慢缩下来 因为成本真的很不一样 然后人民的习性也不同 就是在地的 居民大家的习性也不同 所以会有这几个方式 来做一些不同的媒体的操作 操作的策略 所以基本上就是 你可以先从精准去做测试 去吃水温 再到一些数据之后 回来再做一个分析 然后再重新做你的媒体布局 好 所以呢 我们今天我在 出现海外的这边 因为今天是一个分享场合 我就做一个比较快速的分享 所以我想问一下说 今天你们来 其实呢 在这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 你们就是想要看大数据的营销改变 其实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 小冬老师那边讲到一个 从你自己的小数据 去做一个练习 也让小数据也脏了 很麻烦了 所以呢 我们去探索大数据下面的营销变革 然后接下来呢 你如果要做一个新的品牌的一个 服务模式的创新 跟去探索 你必须也要很改 你必须要改变 你才有机会去做 这些新的品牌运营的部分 接下来再会往下 就是 跨界跟跨境 不论你是 你的身份的跨界 或者说我们是一个 真的一个商务上 生意上的一个跨境 那你可能就是要试着 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可以去 那如果这样去的话 它的环境 跟这个 组合 可以怎么样去做一个变革 所以去做一个 新的尝试跟连结 就是今天这整个下午 我们三个场次 跟大家跟我分享 我们的内容 谢谢今天 穿在开